最近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也都会看正常发挥 早一点打到疫苗 让自己多点防护力呢 我一句话呛堵 呛的话讲不出来 我说你不要想了啦 想这么多 打残忌 上网预约残忌 打电话预约残忌 都满是 没关系 最近下雨天 拿着雨伞去诊所门口 排队看看运气好不好 能不能打到残忌 各位什么是残忌 这是现在在Google 在Yahoo关键字搜寻上 前两名了 残忌 剩下来的啦 有村的啦 到处可能还有几个人可以打 这个疫苗本身没有问题 一瓶可能可以打 八个啦 九个十个人 每一瓶可能剩一点点 剩一点点 或最后一瓶 有剩下一点点 那这一点点 都打掉了就浪费嘛 怎么办呢 好 现在呢 指挥中心 我不知道是不是卫福部 或是行政院的命令 还是某些长官 这个 不食人间烟火 跟我们活在平行世界不同的台湾 今天灵机一斗 有成绩是吧 好 那我们就开放 让全台湾 注意哦 全台湾 18岁以上的人 包含我在内 可能包含我们电视机前面 网络前面 电脑前面 平板前面 手机前面 的年轻朋友 恭喜你 你有机会 可以打到疫苗了 好 因为 只要有残疾 丢掉 也浪费嘛 那不如 我们就让 十类以外的人 七类以外的人 有机会 凭运气 凭网速 看看 谁 能够抢到 这剩下来的 残疾 疫苗 如果你 运气好 如果你 手脚快 如果你眼睛够立 家里的平宽够宽 说不定 你就是那一个 幸运儿 恭喜你啊 此话一出 立刻引发 全台湾一阵 抢购潮 比发限量球鞋 排队的人还要多 比当年中卫推出 限量颜色的口罩 排队的人还要多 离谱啊 据说 据说 有诊所 已经接到 六百通电话 六百通电话 一天的残疾 我假设只能打两个人 或三个人 六百通电话 如果都在我这边打 我打一年才打得完啊 你开玩笑吧 你以为残疾是怎样 一天剩下两百人份哦 还是一天剩下三百人份哦 还是一天剩下一百人份哦 六百个人六天消化完哦 没有啊各位 残疾就是剩的那一点点啊 一间诊所一天可能就是两人份三人份啊 六百个人 是要出力啦 是要做多久啦 是要担多久啦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 所以当指挥中心一句话 18岁以上来开放打残忌 怎么打 不知道 怎么约 不知道 去哪里排队 不知道 找谁问 我也不知道 这就导致第一 民众电话打到爆 第二 诊所被民众的电话 烦到爆 第三 医院门口出现排队人潮 排到爆 第四 县市政府 头下没在凶 烦到爆 大家都爆炸 最惨的是 我们啊 拿着电话的我们啊 在网路上急着想预约的我们啊 急到爆啊 听说限量是残酷的 赶快抢 但怎么抢 都抢不到啊 请问一下指挥中心 我到底是要 打电话去预约 上网预约 现场排队 还是我应该去找 县市政府 卫生局 诊所 医院 还是打1922 我不知道啊 我在做媒体的 连我都不知道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 电脑荧幕前面 这么多收看 正常发挥的 大朋友 小朋友 你们怎么会知道 不然去问问看好了 一去 刚好 人家有胜 你就打了 但是也是少数中的少数啊 各位我说了 一家诊所 甚至一家医院 一天可能也就是几人份的残疾啊 但是他指挥中心 此话一出 我想请问全台湾 18岁以上 75岁以下 而又不在前七类的人 有多少 你想想看 会有多少人 同时间 想要透过 残疾疫苗 来提升自己的保护力 数不生数啊 没关系 我住台北 嘿 台北约不到 我去宜兰打 我住高雄 高雄约不到 我去台南打 我有个国中同学 在台南开诊所 他的诊所里面有打AZ 应该有残疾 我就去台南打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 最有可能 在最快的时间 花最低的成本 打到成绩疫苗 什么人 思考一下 有关系的人 家离开诊所的人 爸妈是医生的人 官员的亲朋好友 跟医生 跟医院 是长期往来的顾客 每笔药商 每笔药商的小孩 药商的家人 像我们这种呢 像你这种呢 看运气吧 听天由命吧 就跟抢五月天的演唱会票一样 上网去等吧 每天打电话吧 然后你很急 诊所很烦 医院爆炸 卫生局 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或者是某位指挥中心的长官 意想天开 在完全没有任何配套前提下 丢出来的荒谬政策 为什么突然间丢这个政策 很简单嘛 前两天就有新闻告诉你嘛 哎呀有残疾怎么办 医生 带他的小孩来打 特权 没有造册 就出事了 那有医院说 打不完也没人要 都救不到老人怎么办 那丢掉 浪费 暴挺天悟 我们都没得打 你还把他丢掉 好了 那既然残疾是个问题 也能够提供少部分的民众来施打 所以指挥中心就说 那不然这样吧 既然有 大家想办法 用抢的 请问一下 我要怎么抢 还是我们要跟柯文哲说的一样 你今天给我的疫苗这么少 一家诊所就两三剂 四五剂 好了 我说十剂残剂好了 门口放一个雷台 一百个年轻人要打架 上去打架 打赢的十个人 进来打疫苗 剩下输了九十个 明天再来牌 不然我该怎么办呢 今天啊 是各县市政府 我几乎敢说 全台湾各县市政府 集体逆时钟的一天 没有一个人不再干掉 你指挥中心 这种没有配套 随便推出的智障政策 你们是脑残啊 脑袋进水了吗 他是脑袋中水泥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陈宗燕一句话 就一句话 让全台湾乱七八糟 网络上一堆人在哭啊 一堆人在吵啊 一堆人在骂啊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打到 请问一下陈时钟 请问一下陈宗燕 请问一下庄仁祥 请问一下张尚淳 请问一下罗义均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打到 残疾疫苗